我们记住,停压拉,对不对,对不对,我们one motion,停压拉,是不是很直,因为有这个向心力,就是停压拉,明白吗?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上次我们说了投篮中心点,球的中心点,一定要练习好,这个用掌心控制球,直上直下,都要说一个点,上次漏赶了,今次補回,如果你的球有很多人会摆住, 你刚刚一开始摆在这里,记住,返回中间,留心,你的球有机会跌下来,会像这样跌下来,为什么你会跌下来呢,你的颗子往前,球会跌下来,你的颗子往上,球会不会跌下来,手不动,颗子往前,球会跌下来,所以记住,不要让它跌下来,我们是往上, 一动,拉换头腾,可以吗? 好了,今天我们讲第二个情况,就是为什么会力量传递不好呢? 上次看阿豪,都有脱手,是不是? 第二个情况就是,辅助手,辅助手起不了作用 我们以前学的辅助手,我都讲过两科辅助手,第二个经常令你投篮的时候力量断层的原因,就是辅助手并未与你的投篮手同步,这个也是最常犯的错误,它会变成,一边用力,一边不用力,尤其会变成,阿里陀佛式投篮, 不动,知道这个角度,根据你跳跌的角度,这个前腕,这个前臂骨的角度,跟回了,你的左手也都要跟着这个角度,如果你是这样向上的话,你的左手也都要这样向上,因为我们核心压下去,回弹,你由两只脚回弹, 力量不会偏侵在一只手的,一定要跟它平衡,压,拉, 明白吗?压,拉,是的,清不清楚,我们今天就要讲,怎么样利用我们的辅助手,加强我们的投篮的稳定性,我们先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辅助手并没有举起, 為什麼呢?為什麼經常輔助手會斷層和左右手不同步呢? 因為我見很多學生在頭腦的時候,他們會兩個夾底翼下都夾起來了 夾起來的時候,你是不能上去的 記住好像阿豪一樣,放鬆 第一,手肘不可以在這一區,手肘要在身體的外邊 這裡大約有一個拳頭的位置會比較好 重點,左右手是應該平衡 這裡應該是平衡 明白,我們舉球的時候,記住 我們是左手,記住我們是壓彈,向上 左手都向上 左手的手指要向上 我們接球的時候,掌心向下 因為上來的時候,這樣才會托得正 如果我們手指指前,上次講過了,會跌到後面的 我們先向下,向下,拿著球的最左側,最右側 壓,拉,明白嗎? 對了,壓,都不是很壓 用核心壓,腳碗彈 第二,往上,右手前臂往上 左手也要跟著這個角度往上 明白嗎? 壓彈 如果不是,你的左手不動 右手往上 左手不動 右手往上,他會偏左 我們要平衡 行不行? 平衡的壓彈 平衡的,你的球就會直 平衡的壓彈 明白嗎?你的球會很直 明不明白?你的球會很直 明不明白?今天不斷炒 對方的壓彈 記住阿豪,左手主動往上 左手主動往上 壓,拉 左手主動往上 不行? 試試吧 好,左手可以再往上一點 左手可以再往上一點 角度要直 對 好,再來 脫了 這球脫了手 為什麼? 整個人扭到這邊 明不明白?先用重心腳 我們這樣 如果突然間歪了 一定會歪的 手風順不順呢? 其實很趕 你睡覺有沒有歪的腰 有時睡醒 腰是扭的 你四極都不准 OK 所以我們為了調教 記住合腳 拉拉 先動盆骨 拉鬆盆骨 對 然後 左腳對著它 壓彈 壓彈 試試 對 對 後腳拉後腳一下 壓 好 那你便直回 是不是? 沒有那麼脫手 再來 對 再來 再來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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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球好像有點飄 不是很順 有用 但是你要記住 你是不是掌心在這裏 第二 會不會前臂的力量太大 太大 你要記住 我們前臂的力量太大 他都會往上臂 不是往下 不是往下 你會往上衝出去 記住 你不是很遠的 尤其你現在力量大了 正宗了 所以你是應該怎樣呢 加強手腕的力量 不是加強前臂的力量 對 加強手腕的力量 你便沒那麼飄 再手腕厲害 不要那麼多前臂 對了 你記住 我們是放力量出去 你記住 我們前臂 是要跟著力量放出去 但是頭籃最後那一下是 拉握 試一下 壓 拉 Good 感覺到嗎 是不是 是拉握 好 不是 是 前臂 用力出去 我們是前臂 要跟著力量伸直 不要忘記了手腕拉它下來 明白嗎 不要忘記是手腕拉下來 盡量用多些手腕拉它 這球其實很漂亮 但力量差一點 為什麼? 沒有壓 先用力 壓著 我建議大家先練好壓 壓著 壓著 用力壓著 壓彈 發力就比較容易 再來再來 我撿 我撿得了 壓著 壓彈 再來再來 壓彈 明白嗎? 接著我們輔助手 還會有一個力量 令到你的頭腩拉腕更加穩定 就是一個向心力量 我們左手是會升起的 你可以大家一起這樣做 向心向下 OK 左手升起 右手並沒有用手指的情況之下 球是黏住的 OK 感覺到嗎? 這是向心力 球有這個力量的時候 拉腕 你就會很穩定 所以我們射球一定要用到我們的輔助手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說要輔助手舉球 就是 升上來 就是拉 對 就是這樣 升上來 看著 升上來 壓 拉 拉下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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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量 因為剛剛我沒有拖著球的正底部 因為我是這樣的 所以我一拉腕我會向前 我們要怎樣練習這個向上力 第一個向心力在這裡出現 第二個向心力壓彈會出現 就是這樣 壓彈 再看一次 壓彈 見不見到那個球呢 黏住在上面 壓彈 是不是 是不是黏住了 壓彈 就是這個向心力出現的時候 向上 是啊 因為你正在向上 是不是 壓彈 壓彈 你就拉到碗 停了 停了 壓彈 剛剛你斷開了的力量 再看一次 向心力的出現 這裏到這裏 壓是這裏到這裏會出現 所以壓 壓 拉 這裏要拉到碗 是啊 我們記住 停 壓 拉 壓不 壓不 我們一動 停 壓 拉 是不是很直 因為有這個向心力 就是停 壓 拉 明白嗎 停 壓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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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先這樣練習 大家都可以這樣練習 壓 記住是射球姿勢下 左手左腳成一直線 壓彈 壓 左手swing上來 壓拉 有少少斷層 你舉了上來再出手 這裏 這裏 不是來到這裏 我再說一次 是這裏出現 我這樣告訴你 你要練習 左手往上 所以我們是壓拉 明白嗎 對 對 感覺到嗎 感覺到嗎 再來 阿豪有問題 你說要這樣 拉 是向心力 是 這裏左手就要鬆 原來 這是練習 對 這個練習 是給你感覺到的力量 明白嗎 我們是不會脫開手的 你剛剛我也沒有脫開手的 但你的力量會出現 你要記住力量從這裏到這裏會出現 我們先拿好球 壓彈 彈起的同時你要開始拉腕 記住拉腕和2Motion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 2Motion就是停 出手的了 1Motion是停 拉 是有一整個動作的 它是會給2Motion的出手 感覺遲了 感覺遲了 不是速度慢了 一個在這裏就拉 對 一個在這裏就拉 對 在這裏就脫手了 這個就是 要伸直後拉腕才脫手 清楚嗎 可以嗎 我們拆得小一點就會這樣 因為人們會說我講得太複雜 準備 試一下 壓彈一下 壓彈 壓拉 壓拉 試一下這樣 Go 對了 力量多漂亮 能否感覺到 再來 壓彈 壓 壓拉 壓拉 對了 Good ball 再來 掌心 再來 停 中緊前 你看阿豪很少 中很少 但你也是中緊前 中前 不是令到你的法力斜了 是令你的核心鬆了 壓的力量減少一半 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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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彈 不要鬆 整套動作不要鬆 壓拉 力量是完全不同的 是彈很多的 記住不是用前臂推出去 拉下來 你練熟前臂的 直接就是推和拉成為一個動作 Good Shot 明白嗎? 推和拉要成為一個動作 剛剛不斷炒的原因就是 推和拉拆了兩個動作 我習慣了這一下 清不清楚? OK 好,今天 完! 浩泰 我明白 明白了吧